今天我們的課程要進入到特徵的階段 同時老師要把草圖跟特徵連在一起 又要把未來的主力檔 又要把我們的專題通通連在一起 所以同學要專心聽這個部分 上個禮拜 上禮拜針對草圖的一個練習 針對草圖的練習 老師覺得同學還是要多練習一下草圖 所以講義裡面的每一個題目 要找時間畫一下畫一下畫一下這樣子 那如果還有時間或者老師一定要做的事情 就是可能要再檢定一次草圖 因為那個真的非常重要 就像一個建築物的地基 如果打好你就非常非常好 如果沒打好就很辛苦了 後面會很慘 所以草圖這件事情不是開玩笑的 一定要做好 那 後面老師會再介紹一下草圖 大概有什麼重點會再清楚的講一次 所以同學也不用擔心 好 那今天呢我們 好今天我們還是一樣先來review一下這個部分 等一下老師再介紹一下 螢幕先拉過來 我們還是介紹我們草圖的技術在上個禮拜已經告一個段落 那這個禮拜呢 我們提前了一個禮拜 所以老師希望特徵可能在三個禮拜也要提前 那接下來我們就有機會去做這兩塊 這兩塊 那這個也是這學期 蠻特別的看起來這一班的速度夠快 比往年的還要再快 那有一個特色就是大家同學會互相之間的一個互動 也就是說你會了馬上交隔壁 這個行為一定要一直存在 那才會把我們教學速度跟你們學習速度拉快 所以我有信心這一班會學習的更快 比往年的更快 那20是一個很重要的數字 那以後有機會再跟你們講 好 那 20 20 20級 PME20 好 好 那這個禮拜呢 老師已經放上去在數位學習系統 有樂高小人物的一個test drive 就是老師把整個模型 最基本的樂高小人物已經放上去了 同學等一下就可以下載 而且要開始看 那配合我們接下來要教的特徵技術 同學針對每個零件就可以開始去想 你要針對那個零件要改什麼做什麼 哪些可以動哪些不能動 比如說連結的介面你不能有你的想法 因為連結介面是一致的大家都一樣 你不可以說我想要5.2 5.3 它就是5你就是不能變 好這是一個 那其他部分你是可以變的 好在規則的條件下 你要怎麼變沒有人管理 好沒有人管理 包括我們上個禮拜教的 比如說你要做一個立體的 掃掠的方式做一個管狀的 什麼東西都可以做 好這是你可以去發揮的 好這是你可以去發揮的 那這些零件呢 先給你們的目的是 樂高小人物的這個地方 好這個地方就是我們今天的部分 好在這裡 我們等一下會有一個樂高的網站 裡面會有樂高所有的 它的各種模型的那個操作手冊 好那也有樂高小人物 那我們今天開始就進行 樂高小人物的挑選 你去參考人家的設計 然後來想想看 針對我們給你的這個 Test Drive的這些零件 你要改什麼東西 在零件階段先做 先做零件階段就好 然後對自己有個期待說 啊我到主力階段 我就可以自己把我 這個階段所做的零件 到時候把它組起來 像等一下你看到的 好這個部分 那等一下我們開啟一次 給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好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今天會做樂高小人物 主題的挑選 那也就是說 各位應該在下個禮拜 或下下禮拜 一定要完成 至少兩個小人物的 目標的挑選 目標挑選 那再來的話 我們特徵技術 也會很快的進行 好那之前其實也有 教一些了 所以大家會很快的 進入到狀況這樣子 那我們整個教學裡面 在教特徵技術的過程 我們會教很多設備 設備或設備所用的零件 機械設備所用零件的設計 那我們的專題呢 是Focus在產品 產品跟設備不一樣 一個機器是生產設備嘛 那產品是什麼 你最後用的東西 最後用的東西 它的零件是由設備來 來生產的 好所以設備跟產品是兩件事 那設備的部分是 各位同學一定要會的 好一定要會的 產品設計呢 可能是你以後進入到社會 可能選擇設備的研發 可能選擇產品的研發 那都要用CAD 但是你必須要設備設計的 一個經驗跟知識 那所以我們在綠色的這一行 就是我們最主要的教學這一行 是結合軟體跟零件的設計 設備的研發的這個技術 然後呢我們在專題裡面呢 為了要讓它更有趣 所以我們選擇產品方面的東西 來做設計 那產品的設計呢 同學就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很重要 一定要美觀 一定要有曲線 一定要漂亮 一定要看起來很舒服這樣子 各位看到的樂高也都是這樣子 看到的手機也都是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方面同時訓練 那以後各位從二零級 三零四零級可以開始去做 你要做的事情 你要選的方向這樣子 好但是你都可以做這樣子 好這是我們整個課程裡面 這兩大塊 綠色的教學部分 跟紅色的專題部分 它的重點 那同學這部分有沒有聽清楚 老師講的有沒有不清楚的 會不會講太快 有清楚齁 就是一個是設備面 是我們教學裡面 會一直帶進去的 好包括軸承怎麼做 然後鍵槽怎麼做 鍵槽怎麼做 這些都是機械設計零件相關的 但是我們的專題裡面呢 就要你們做畫圖的設計 跟產品的設計 研發的方向 兩個都跟CAT相關 所以這個是我們的重點的部分 好接著呢 我們就要跨入到特徵的部分 在跨入特徵部分之前呢 我們會帶著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整個樂高的東西 大概是怎麼樣的 好老師在數位學習系統裡面 上傳的這個東西 好全部都有 這個大家都可以下載 那這個裡面呢 包括一個樂高小人物的demo 還有所有的零件 那這零件其實還不夠完整 不夠齁 也可以做得更多更好這樣子 那我們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可以來做一個簡單的開啟 首先如果同學要來做他的開啟跟測試的話 我們開啟新的檔案 在你下載資料夾裡面 然後樂高小人物 這時候開啟是 你看到是三個積木 三個積木代表是有組合圖的意思 一個積木代表零件圖的意思 好就很 要看圖說故事 看圖就知道 以後要練習看圖就知道 好看到三個積木呢 我們看到他是一個這個樣子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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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他是一個簡單的 簡單型的小人物 那他的地方呢 我們後續會帶大家 去教大家 零件變成組合 零件變成組合 這個組合呢 你可以讓他是一個 是一個不能動的 不能動的東西 我們叫他叫做結構 比如說一動大樓 他不能動啊 基本上是不能動 當然有緩衝那個是另外 不能動那是叫做結構 一個東西是可以 動來東西像我們上次講的四連桿 那是一個機構 一個叫做結構 structure 一個叫做機構 mechanism 各位二年級會學到 mechanism的部分 機構學一定要好好學 應該是吳老師教的這樣 吳老師 這部分一定要好好的學 機構的部分是動的東西 結構呢是不能動的 有些東西是不能動的 結構的部分 那這個東西呢 組合起來以後 比如說身體 他是固定的時候 手要可以動 你就要留他這個地方 那手這樣動可能就不太對 不合理對不對 所以要有一些限制 那腳也是一樣 腳我們就有限制 你看腳 他可以這樣動 動到這裡就不能再動了 為什麼 動上去就 人跟身體跟腳就連在一起了 那為什麼呢 我們就有一個小技巧 我們看一下 選到這個腳 零件呢是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什麼 一個藍色跟一個白色 兩個人怎麼樣 碰在一起會怎麼樣 撞有一個聲音有沒有 要看他這個表示他有一個限制 就是說限制他怎麼樣 他不能只要碰在一起就不能超過去 類似這樣的設計呢 我們在組合檔裡面就會帶著大家做 同學可以等一下試著開這個東西 然後呢 動一動 你也可以改變 上次老師帶著大家做的 你可以改變零件的顏色 可以改變特徵的顏色 可以改變表面的顏色 可以做非常多的變化 好 針對這個呢 你可以開啟檔案 開啟這個組合檔 組合檔 然後你如果覺得頭這個地方 你想要改顏色怎麼辦 怎麼辦 很容易 我們最常的習慣叫做點兩下 對不對 好 點兩下 它就進去到頭的這個零件 剛剛是在組合裡面 現在點兩下就進去到零件 你就可以改零件的東西 改完以後呢 你可以在零件裡面可以改成 現在是黃色的對不對 你可以改錢 比如說拋光 好 變成這樣子 鋼鐵人就出來了 對不對 Ironman 或是做成一個其他的叫做 青銅 青銅可能就是叫做 這個叫做我們叫做什麼 我們那個古代那個什麼 培葬那個叫什麼 好 兵馬俑也出來了 對不對 好 所以你可以去想辦法 好 你覺得這個地方呢 這個地方看一下 這個脖子呢 不應該是兵馬俑那個顏色 脖子呢一直在磨 所以應該是會怎樣 亮亮的 亮的你可能就弄一個 好 還是一樣 金色 這同學很喜歡 金色真的不夠亮 因為兵馬俑的顏色是暗的 就在那磨了跟它塗金 它還是有一點的暗 沒有那麼亮 但是還是金色的 好 好 表面呢這個 這個零件有這個顏色 特徵有這個顏色 欸 我希望它的表面怎樣 改顏色 這個表面 改變它的顏色 好 它是特徵的顏色 我要改一個白色的材質 好 它又改顏色了 所以我針對一個零件 就有很多個變化可以做 回來以後呢 我們把它返回 回到哪裡 回到哪裡 組合檔 組合就這裡了 就進來組合檔了 所以 你把一個組合裡面 你可以改變各種顏色 它的設計 它的各種表面 都可以去改變 所以同學等一下試著 第一個 從數位學系統 趕快下載下來 趕快打開組合檔 點兩下接到零件去 稍微改變一下 再回來 看看是不是你的設計 滿意這個 這個配置 這個表面上看到的 下一步呢 就不是這樣而已 下一步都是你的設計了 但是介面一定要對 介面以外的 你可以不一樣 比如說你要戴個帽子 這裡要戴個帽子 你要做一個 STAR WAR的 那個叫什麼 冰 那個白色那個冰叫什麼 戴鋼盔的那種 那些冰 你就可以做不同的帽子 它的帽子不好看 你覺得不好看 你自己做一個更漂亮的 然後呢 聯絡樂高 或聯絡那個 STAR WAR的作者 我們這個設計不錯 台灣又出名了 為什麼 台灣這個新的設計 是台灣人設計的 是不是更好 好 大家努力一下 好我們回去先試試看 打開試試看 大家跑一次看看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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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看看